我相信大家一見到這支旗 就會知道這支是一個英國的國旗 但不知道你又知不知道這支國旗背後包含了什麼故事呢?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就記得要看下去吧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這個英國的國旗 Union Jack 它背後有什麼歷史和故事 要講英國國旗 一定要簡單地了解一下英國是怎樣構造的 英國全名為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大不列顛島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當中包括有 Scotland 蘇格蘭 英國 英格 英格 North Ireland 北愛爾蘭 而國家名上的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是指英格蘭 蘇格蘭 和威爾斯 其實現在的Union Jack 是由蘇格蘭 北愛爾蘭 和英格蘭 三個國家組成的 可能你會問 那威爾斯呢 威爾斯沒有在Union Jack出現 因為在1606年 創造第一面Union Jack的時候 威爾斯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當時他已經和英格蘭合併 那我們先說英格蘭 這支旗叫做聖佐治十字 聖George Cross 紅十字作為英格蘭的國旗 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晚旗 在英國宗教改革之後 越來越多皇家旗幟一起使用 特別是作為一種叫做白旗 在海上的旗幟 接著我們有蘇格蘭的國旗 聖安德烈十字聖安德烈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 在公元60年 他被釘在十字架上面 傳說他覺得自己不配被釘在十字架上面 類似於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面 於是他安排被人釘起對角線十字架上面 至於代表北外爾蘭的旗旗就叫做聖帕德烈十字聖Patrick's Cross 紅旗與聖柏德曆十字聯繫可以追溯到1780年代 當聖柏德曆十字勳章採用了它的標誌 在1800年聯合法案將北愛爾蘭王國和大不列甸王國合併之後 英國國旗添加了可驗形成聯合王國 仍然使用聯合國旗 而聖柏德曆十字順利成章地加入國旗 成為了冤冤窄的一部份 好了 今條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還有 如果你想我下一條影片做甚麼題目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拜拜